今天是母親節 不過國內的疫情 今天還是維持零新增確診 那麼已經是本土案例 第二十八天零新增確診了 那麼昨天張上淳也提到 其實經過這樣子兩個潛伏期 二十八天的時間 國內的本土案例都沒有新增 代表國內的社區疫情 其實相對的比較安全 來聽一下記者會的說法 我們今天沒有新增的病例 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累計三百六十六人解隔離 三百六十六人解隔離 那今天這也是母親節 那我們大概借這個二十八個本土林 那獻給全天下的母親 國內的疫情逐漸虛緩 那麼許多八大行業的 像是舞廳或者是酒店的業者 也希望可以趕快復業 那麼之前疫情中心是說 這個復業的這些權責 其實是交由地方政府來評估 不過也遭到質疑說這樣子的評估方式 其實是中央不想要扛責 那麼對此陳時中下午也回應是說 中央不是不想要來這個扛這個責任 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到全臺灣 各個這些八大行業的場所 一一的去看 地方政府可以衡量自己的人力 來去做這個調查 而另外這個紓困這幾天 第一線人員也一直陸陸續續的 在第一線加班 是審查這些紓困的案件 那麼對此其實也引發了爭議 不過陳時中在今天下午是提到 他的大原則還是第一線來做審查 那麼只要有疑慮 或者是有疑義的部分 那麼交由中央來審查 不會讓第一線的人員 來扛這個審查之責